五月茶干湖,湖上捕捞忙,湖畔鱼飘香,鱼苗放流涵养,鱼肉每遍鱼干,靠湖吃湖,众多百姓应湖创富。 本期生财有道,让我们一起走进茶干湖。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钟,太阳已经升起来了,鱼工师傅们已经做好准备了,我们接下来就要到湖上去打开湖鱼。 茶干湖,蒙语的意思是白色圣洁的湖,水域总面积五千平方公里,是吉林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。 湖畔风景秀丽,自然资源丰富,生态良好。 湖内鱼类资源种群丰富,有68种之多,其中以茶干湖胖头鱼最为有名。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两船并行,然后两张大网同时下到湖里,接下来两船会分开,形成一个大大的包围圈。 把头拿它来决定今天这个下网的位置,能不能圈到大鱼,我们会不会有很好的收获,就看一会儿起网的时候了。 湖内的鱼业产出都交由茶干湖鱼业有限公司负责经营。 鱼场每年两个作业绩,分别为东部作业绩和鸣水作业绩。 茶干湖的东部,素来享有冰湖藤鱼的美誉,而夏季的鸣水作业也在鱼场的生产中占有着重要地位。 看,现在我们这两条船已经定网了,这个大包围圈已经围拢了,这里边究竟能拢到多少鱼啊?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围网操作,湖面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包围圈。 咱这两片网一共有多大呀? 两片网一共三千米,一片是一千五百米。 一半是一千五百米,也就是说咱们是绕了一个三千米的大包围圈。 对对对。 您觉得今天能有多少鱼啊? 今天我感觉它打了两三万斤吧。 茶干湖的鸣水作业季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前后,冰雪充分融化后正式开始。 到十一月左右,冰封湖面前结束。 主要以捕捞茶干湖胖头鱼、杂鱼、秀丽白虾和茶干湖大银鱼为主。 为什么说这个开湖的鱼会好吃啊? 开湖的鱼就是养一动了,非常的肥沃,吃养一动的鱼了。 就是说也是大伙很长时间没有吃鱼了,因为都说开湖鱼非常鲜嘛。 其实是我们太久没吃鱼了。 就是人的一个味觉感官嘛。 胡鱼经过漫长的冬季,体内的脂肪大碱,肉质紧实鲜美,深得食客的喜爱。 这个大网就在陆陆续续地往回收,我们刚才看到了,现在就是往城上面占满了这个水鸟。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常博老等,也叫仓路。 据了解啊,在茶干湖湿地,总共有274种鸟类生存。 茶干湖生态环境好,是很多珍稀宾威鸟类的栖息地和停歇地。 每次骑往前,好多水鸟都前来凑热闹,等着送上门的美食。 这也让骑往变得更加有意思了。 现在这个包围圈越来越小了,我们看,那已经能看见好多鱼了。 茶干湖所在的前沟尔罗斯蒙古独自治线,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不断奋斗,坚持环境治理不断奋斗, 昔日的捡泡子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异浓地势。 大鲜鱼! 好大一条鱼! 好生态才有好水质,好水质才能出好鱼。 茶干湖的胖头鱼,获得了国家2A级绿色食品认证,并且以个头大肉质肥美而著称。 今天的这帮鱼,鱼工师傅们挑出需要的品种和数量后,剩下的就放归湖里继续生长。 看我们刚才在湖里捞回来的大一点的胖头鱼,要到活鱼厅进行交易,这里面全是大个儿的鱼,看看都有多大。 我的天哪,这一条大呀,212斤是这条。 这条都有212斤呢? 对对对。 看这是我的手掌。 手我的手掌,哇呦,手我一下。 这好大呀这个,你有多高歌? 1米75。 1米75。 1米75,这鱼一看,它到它大腿,快1米长了是吧。 目前为止,你觉得这个销售的情况怎么样? 销售的还可以,咱们基本上就是周六周日放假的时候就忘记。 就是游客多了? 游客多了,对。 那主要都是卖给游客吗? 咱们是游客和周边饭店都卖。 哦,周边饭店的那个鲜鱼需求量。 还有呢? 还有就是咱们那个,有个鲜鱼的加工车间。 然后有些鱼就到这儿处理了,初加工。 哦,我们在这儿卖不了的,我们就还可以再进行一步初加工。 对对对。 哦,那个最多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开湖到现在最多的时候交易量是多大? 开湖到现在最多在4000斤左右。 一天卖4000斤? 一天,一天。 这个,哇,哇天,你能拿动吗? 我的天哪,我看你这捞鱼的技术可挺娴熟啊。 对,因为我从小到大就一直是渔民家孩子嘛。 啊,你是在这周边开饭店的? 对对对。 哇,你看这个大鱼,你看。 哇,你上面把这鱼捞起来,然后我就。 你有那么大的锅,能炖一下吗? 有有有,大的香啊,胖头胖头,是那个鱼头大的香。 哥,多少斤? 40斤。 拆一下。 拆一下就管事。 当天捕捞的鲜鱼,要送到鲜鱼交易厅来交易。 鲜鱼主要是供给当地的餐饮服务行业。 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,鲜鱼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。 除此之外,鱼厂还有专门的鲜鱼加工车间,为鲜鱼进行初加工,并通过极冷深冻设备进行冷冻包装处理,通过网络发售到全国各地。 还有一部分鲜鱼被制成了茶干糊特色鱼肝。 由于茶干糊的胖头鱼各大肉肥,用少量食盐经过简单腌制后,通过自然的风干制作出的鱼肝也有一番风味。 鱼肝经过简单的蒸制就是风味独特的茶干糊鱼肝了。 这道菜也是当地的一道特色美食,并且由于保质期相对较长,还可以长途运输而销量不错。 特别香,有一种好像是腊肉的那个香味。 对,咱们之前不是胭脂品吗? 放盐了,盐之后它就会有那个味道。 其实如果买了鱼肝之后,我们回去就用水泡一下,然后直接就上锅蒸就可以了。 您看那个肉厚厚的,这颜色都有点像是透明的了,就是那个蒜瓣肉。 嗯,很有嚼劲。 嗯,而且吃起来那个味道我感觉是比较复合。 嗯,有咸,有香,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很醇厚的。 开湖后的茶干湖啊,烟波浩渺,风景如画。 很多游客呢,到这儿来欣赏湖景的同时呢,最最重要的是要品尝一下茶干湖的开湖鱼。 随着游客的增多呀,这个余佳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。 茶干湖开湖三件宝哈,这是胖头鱼。 对,茶干湖胖头鱼。 这个是有机鱼鱼。 对。 然后这是茶干湖秀丽白虾。 秀丽白虾。 这三宝哈,就是到了茶干湖是必吃的一道菜,是吧。 对,对,对。 像这种鱼鱼的话,对水质要求特别高。 像这个鱼鱼,你看一下,它这个是透明的,生的时候是黄瓜味。 它72%的蛋白质。 只有水质好,它才会出这种鱼鱼。 看下来吧。 黄瓜味的鱼鱼。 对,对,对。 这个鱼鱼是我们正常茶干湖的一大特色。 看刚出锅的这个鱼鱼哈,看起来金黄金黄的。 好诱人呐。 尝一条,尝一条,尝一条。 稍一条,大一点的。 这个儿多大,这个小鱼鱼。 这个卖多钱一盘? 正常我们卖68一盘。 哦,68块钱。 那这个多少分量? 一斤,一斤的分量。 一斤的分量。 特别好吃。 口味可以吧。 就是这些简单的材质,然后做出最原汁的味道。 秀丽白虾。 尝一尝,尝一尝这个。 嗯,香吧。 特别香欸。 真的是很香啊。 对,最大的特点是前面不眨嘴。 营养比较高一些。 茶干湖的秀丽白虾,对我们家,在我们家来说, 就绝对是朝白菜。 桌桌必点。 哇! 这也不错。 好香啊! 这炖了这一大锅鱼是吧? 对。 你们是来着玩的吗? 团建的。 哦,来着团建的是吧。 那你们今天就玩什么了?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,我们下午去玩那个猪排。 对,玩了以后在周边逛了一下。 来茶干湖肯定要品尝一下茶干湖的这个鱼。 您是从哪来的呀? 我是从广东过来的。 你是从广东过来的? 那到东北感觉怎么样? 非常好。 非常好。 和咱广东肯定是不一样是吧? 各有各的特色。 但是来东北也是非常的开心。 茶干湖是特别门,全国都出名。 全国都出名。 对。 都从那来嘛。 曲三闷是茶干湖土生土长的渔村人。 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,在茶干湖边开了这家于佳乐。 每年开湖后,余佳乐的生意就慢慢进入了旺季。 去三闷总是忙得不亦乐乎。 在茶干湖畔,像三闷这样经营茶干湖特色的余佳乐有几十家。 我身后的这个大平台,对于茶干湖来讲呢,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呢,都会有大型的增值放流活动在这里举行。 你知道为什么要往湖里倒鱼吗? 不知道。 不知道。 你知道吗? 就,就鱼。 每顾茶湖的生态和平,每年都不得冬骨嘛。 然后放这个鱼苗,可以让这个茶湖这个鱼进行一个良好的循环。 湖里的鱼天天都捞,那捞完了咋整啊? 怎么现在就放鱼苗里面。 您这说的实在,放了鱼苗然后捞大鱼是吧? 我刚知道看电视吧,冬天有冬土,一网打那么多。 不知道鱼苗从哪儿。 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样的。 是不是就夏天了,过来看一看吧? 哦! 好美女。 特别兴奋。 特别兴奋。 一想想,以后茶湖里面有我放的鱼苗,就感觉特别自豪。 之前就只知道茶干湖的鱼多,还大。 然后今天来了才知道都是渔民自己放的。 海 。 几瓣楼。 太多了,老大。 你。 没几条? 没几条,没几条,你不会啦。 这个是不是一般都是游客过来体验一下? 对,都是游客过来陪行的。 每天都感受一下,放冷水后的,放苗的感觉。 那平时我们要是放的话 都是那个 春秋两季 用那个大车放 用大车直接就放到湖里了 能放多少啊 春天应该五六百万尾 秋天五六百万尾 全年基本就是 一千到一千二百万尾 那咱们这鱼毛哪来呀 都是咱们基地养的 咱们自己有自己的繁殖场 有一千五百亩的 咱们的繁殖场 繁殖基地 这个鱼毛还有幼儿园呢 我们是从多大开始养它们呀 最小的时候应该是 四分到五分 四分到五分 就这么大一点点 几粒一点 让它在湖里自然生长 对 投了以后就不管它了 自然繁殖 也就是说咱们在茶干湖里 能打捞到的这个鱼种 咱们在繁殖基地都有 都有 但是主要的是花莲白莲 最主要的这个 主要是花白莲 慢点点 这里边是鱼石 对 这里鱼石 您这个管理了多少 管理了五个池塘 五个池塘 就是六十八亩 每天主要工作就是 就是喂鱼 就喂鱼 就这机器一开 鱼就来是吧 对 机器一开就来 茶干湖的种苗繁殖基地 就设立在湖对岸 这样的地理位置 保证了鱼苗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放流到湖中 提高了鱼苗的成活率 像当于就是 您本身是鱼场职工 然后现在是跟咱们鱼场 承包了这个鱼苗繁殖基地 鱼苗繁殖基地 吃糖 繁殖基地 然后呢 就是收入肯定比您在鱼场的时候 赚得多 赚得多 就是我们的吃糖 应价条件和那个肠 对我们的政策都特别好 就是厂里让咱们养什么品种 咱就养什么品种 那像方师傅这样的鱼苗养殖户 咱们厂一共有多少 有13户 13户 对 那每户大概养多少 以前它养68亩 还有大户的 有养几百亩的都有 那您不算大户是吧 网上最少最小户 68亩 68亩您一年能出多少鱼苗 一亩在3000斤左右 一亩3000斤左右 那68亩 将近十多万斤 将近二十万斤 对咱们东北三省的 大群儿养殖 它都可以供应的鱼苗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鱼苗繁育场 在咱们东三省的地位也是 应该也是一个大的养殖基地 鱼苗繁殖基地 我们在这 也就是说这个幼儿园可不简单 这是一个很大的幼儿园 是吧 对 茶干湖的鱼苗繁育基地 不仅仅保证了湖内鱼类的增殖放流 同时还能为周边地区的养殖户提供鱼苗 创造经济效益 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这里特产丰富 其中最重要的特产就是 茶干湖的鱼 茶干湖的鱼不仅仅产量大 味道好 它的一些周边产品 像鱼皮 鱼骨 也能为当地居民带来财富 周海英是位住在县城里 陪孩子读书的全职妈妈 三年前 她还在鱼皮艺术制作工作室 学习制作手工鱼皮工艺品 如今她已经是一位 鱼皮工艺品制作的熟练工人了 制作鱼皮工艺品 不仅仅打发了她的闲暇时间 也为她带来了经济收入 这相当于是副业了 是 你俩谁 没事的时候就做做这个 对 这个还能那个什么 还能创造点小财富 你们俩谁做得多呀 我做得多 我是跟后来跟 这不老师在一起嘛 看她干嘛 我就是一点点跟她学 也跟她学 然后现在也开始做 对 你做几年了 我做三年多 哦 这样的 哦 就是这样的是吧 这个原材料就是鱼皮 这个原材料就是鱼皮 来看这个 这个是鱼鱼皮 这 鱼鳞啊 这 还有点鱼腥味呢 我特别喜欢这个 为啥呀 特别喜欢这个 我做完以后就感觉 看着自己 缝完以后 特别 我感觉我 缝得挺好看 完全特别喜欢看 也喜欢缝这个东西 特别爱好这个 哦 就它这个线会很结实是吗 对 正常的一个 普通线的话 你要缝几根 它就会断了 哦 是吧 这都是工作室 直接提供给你们 提供的 就是说你们自己 是什么都不用拿 不用拿 就是所有的像 配馅啊 然后鱼皮啊 还有这个馅啊 都是他们提供的 对 哦 我学了有半个月吧 每一个就是新品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学 老师都会教的 哦 有样品 我们照着样品风 你平时一般有几个小时 干这个活 嗯 五六个小时吧 哦 五六个小时 前学 除了做饭啊 洗衣服 都经过孩子呀 嗯 剩余的时间 就缝它呗 嗯 洗澡 我们来一条活儿啦 要剪树是吧 哦 对 要剪树 看一下 红的针线 认不认真呢 哦 你看它的针线 嗯 均匀度 然后再加上 这个深浅度 再加上这个 三角针的那个针法 还有就是这个刺绣 这都考验 非常考验技能 像这种 他们来那个什么 交活儿的那个 每天都有吗 每天都有 哦 每天都有 我们培训了 1160个人 1000多人 那每天您这收获量 也挺大的呀 嗯 还行 有几个群体 一个是贫困村的女生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 离柴湾比较近的 渔民 嗯 另外一个就是像 他们这个叫 陪度妈妈 嗯 嗯 就除了自己正常的 日常生活以外 嗯 就可以业余时间 对 增加点收入 就不耽误你们 干任何家务事啊 什么的 不耽误对 这是你们俩挑好的 仪迭 嗯 对 这就是旧的活儿 交完了 新的活儿拿到 对 几天能完成任务 我觉得 几天吧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啊 这是都是成熟的 是吧 对 他们做的都比较不错的 特别好 嗯 正好我现在要去 那个 乔兴人家去生活 你去看看 去看看 嗯 农忙的时候 就去种地 然后剩余的时间 照顾老人孩子 然后他就开始 逢鱼皮画 那他做的还挺多的是吧 他做的 他比较能吃苦 嗯 迟早 看黑的做 所以他的量就比较大 赚的比较多 嗯 小乔 哎 在家呢 接下来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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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扰了啊 没事 嗯 乔秀英家所在的 高家窝宝村 曾经是有名的贫困村 他家的生活也不富裕 爱人身体不好 家里的收入一直不高 如今 他用浓闲时间 来做鱼皮工艺品 确确实实增加了收入 提高了生活质量 这是您刚刚做出来的东西 啊 对 哦 这是我新做 现在来 它是做怎么样 它这个做的针线 还有缝制都没有问题 嗯 现在有一点问题就是 它那个配色稍微差一点 如果要是说上面是浅色的暖露 下面是深色的 这个鱼就能从画面跳出来 哦 现在就是说颜色分的不是很云 哦 然后显得画面就变得比较平 原来它们只做配件 它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成品 哦 所以说它已经 又经过了很多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渠道 开始学这个的 知道学会的 我是从我们村里头 村里头组织活动 然后认识徐老师 嗯 然后从那儿跟他来接触 然后就开始一下 就这些玩意 哦 这多好看 这个 哎 这个简单 给你吧 你看看行吗 你看做的好不好 哎呀 不知道要哪个了 我喜欢 但是这是您的行 小外上 小外上 那这是 我小姑子 小姑子带着做徒弟呗 对 没谁看看 然后他也学做 您这做了几年了 哦 从接触到现在三年了 每个月能能挣多少钱啊 做这个的话 这个时候 最少的时候一千多 哦 最多的时候 两千多 两千多 那还行是吧 对于那个什么 对 家里零花花不了 嗯 用业余时间 嗯 然后也不忙 也不干好的 要不你也是在家 刷手机 嗯 所以就是 做点 然后还感觉 自己挺有能好的 挺有能的 挺成就感 对成就感 然后就觉得 你看自己的作品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做出了一个 有的时候 小徐老师 他们去那个 演学啥的 然后又老多人看 我就感觉老有成就感 你见过这个就是 成品惯的人上啊 或者是在店里卖的时候 哦 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特有成就感 对对 那时候特有成就感 能认识哪个是自己做的吗 没具体看过 但是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做过是吧 对对 也很可能其中是我一个 挺最好的是吧 对对对 俗话说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前锅县靠着茶干湖 这一湖避水 保护生态 发展生态旅游 让天更清 水更绿 鱼更香 人民生活更富裕 中文字幕志愿者